市長那接下來如果我正在被徵召的話 那您會待職參選嗎 那會不會擔心說接下來也有可能會被招來這個罷免的危機 我關心的是2030的新院警 所以新北市的任何大小事我都要齊力一步 傳出這個國民黨會提前到5月17號做徵召 您怎麼看啊 是不是因為黨內現在的整合要整合在野黨 在野勢力沒那麼容易 我現在在議會備行的時間 所以黨的任何一個規劃跟步驟 我目前為止還是以市政為最重要的懸念 所以整個程序我不是那麼要瞭解 不過我們一切尊重 市長那接下來如果我正在被徵召的話 那您會待職參選嗎 那會不會擔心說接下來也有可能會被招來這個罷免的危機 其實我現在最關注的還是新北市的市政 持續的不斷的往前推動 尤其我關心的是2030的新院警 所以新北市的任何大小事我都要齊力一步 那會待職參選嗎 現階段我關注新北市 所有的工作尤其在議會備行這段時間 我們跟議員都會就市政的議題好好 做好充分的討論跟溝通 你有信心整合國談嗎 謝謝大家關心 為了所有的議程我都是尊重議會自主 程序委員的所有的排定 我們就按照議會的程序排定來接受備行 我會努力的規劃2030 因為新北市還有很多的建設 期待大家攜手合作 多久 對我們 as well 好 謝謝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